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关于杨将和张爱玲 自古文人多相亲 民国才女中的顶级流量 张爱玲与杨将也不例外 2016年杨将逝世后 她的出版社老友钟书和公布了与她来往的书信 其中一封写于2010年的书信 谈记张爱玲时杨将如此写道 我觉得你们都过高看待张爱玲了 我对她有偏见 我的外甥女和张同是圣玛丽女校学生 我的外甥女说张爱玲死要出风头 故意齐装一服想吸引人 但她相貌很难看 一脸花生米 同学都看不起她 我说句平心话 她的文笔不错 但意境卑下 她笔下的女人都是性饥渴者 在我 汉奸是敌人 对汉奸概不宽容 大东亚共荣圈中人 我们都看不如眼 夏志青很看重张爱玲 但是她后来对钱中书说 在每初见张爱玲 吓了一跳 她举止不自然 貌又可怕 现在捧她的人 把她美化得和她心目中的自己一样美了 我没有见过她 言语之间有着对外貌着装的意见 对文笔风格的批判 也有对文学史地位的质疑 直白道让人大跌眼镜 然而与此相对应的 八十年代张爱玲看过杨将的《干笑六记》后 对这部作品评价颇高 不仅称赞 杨将六记真好 那么冲淡幽默 而有昏蒙怪异的 别有天地非人间之感 两人的人生本无太多纠葛 为何互平态度截然不同呢 其实杨将对张爱玲的看不上眼 自有其原因 两人在时空上的唯一交集 是曾共同生活于四十年代 沦陷区的上海 上海沦陷后 杨将过得很不如意 战时生计艰难 读书人工作更不好找 清华高材生的他 只得去给上海郊区一所小学代课 因为学校每月会发三斗米 一日乘电车过黄浦江去上课 乘客照例需全体起立 迎接日本兵的检查 杨将起身稍稍慢了些 一个士兵走到他面前 用食指在他河下猛地一抬 大家闺秀 哪里受过这等委屈 杨将顿时大怒 咬牙切齿地冲日本人喊道 岂有此理 车上陷入死一般的沉寂 同车厢的上海小市民 各个惊慌失措 这年头还哪敢有人 吼日本人呢 那日本士兵可能也被惊到了 在与杨将面对面的僵持一会儿以后 反倒兴兴兴兴地下了车 走了 等电车重新开动 躲过一劫的其他乘客 纷纷上前数落杨将 哎呦 哎呦 弄哪能个 发痴啦 杨将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差点没闯大祸 此时他一定想起了 三姑母杨阴瑜的悲惨遭遇 四年前家乡苏州沦陷 日本人进驻城中作为作府 作为先进知识分子的杨阴瑜 通晓日语 每每与士兵聚礼力争 因此遭人记恨 1938年元旦 两个日本兵把杨阴瑜骗出家门 在一座桥上 一个士兵向他开了一枪 另一个随后将之抛入河中 看到杨阴瑜还在水中游泳 竟又连着朝水里开了几枪 残忍地将他杀害 家族与侵略者有不共戴天之仇 而杨将差点重蹈覆辙 自此之后 他再也不敢乘坐电车 除了待客之外 杨将在上海沦陷时期 某过的深海友 给广东富商的女儿 当家庭教师 当女校校长讨好地痞憋三 业余时间写剧本 赚到的钱却总不是很多 她会像上海弄堂里的妇人一样 抢锦翘的大米 把煤厂不要的煤墨子 视为至宝 种种窘迫 大致如此 杨将落魄的时候 也是张爱玲最风光的时候 1943年 在周寿娟力捧下 年仅23岁的张爱玲 以沉香谢第一炉香 一举成名 此后 月月小说问世 偏偏震动文坛 风头一时无两 挣得最多的稿费 买最华美的衣服 二十出头的张爱玲 可能是上海滩 最快乐的女人 日伪政权下 局势变幻莫测 前辈 郑振夺 柯玲等人 劝她烧起收敛锋芒 不要良悠不齐地 四处发表作品 以防中了某些政治圈套 谁料 张爱玲大大方方回答 出名要趁早 不仅不收敛 反而催促出版社 趁热打帖 出版她的小说集 众所周知 张爱玲是李鸿章后人 自小成长于一个 逐渐没落的封建家族 母亲离婚后 出走家庭 父亲与后母待她不好 经常受到打骂 在一次逃离后 她搬去与母亲 及姑姑同住 又在他们的帮助下 赴香港大学读书 后来因战争 中断了学业返回上海 没钱继续读书 生活日益拮据的情况下 才选择卖文为生 家庭于洋将而言 是港湾和依靠 而对张爱玲来说 则是急于挣脱的黑洞 童年阴影 亲情淡漠 窘迫缺钱 她人生中的不愉快 大多来源于此 也因此形成天性冷淡 怀疑一切的性格 与此相反的 她也没有像洋将那样 经历过战争 带来的刻骨痛楚 这种成长背景下 所谓民族大义 家国情怀 与她是淡漠和无感的 所以她可以没有包袱的血 政治不正确的色戒 也可以和污典文人 胡兰城谈情衰 如《倾城之恋》中 大时代的崩塌 成全小人物的爱情的主题 战争阴云下 上海特殊的孤岛时期文学 反而成全了张爱玲的传奇故事 她不写抗战文艺 也不写避世的消贤文学 独树一帜 注目于战争之外的凡人的琐事 《怨偶因缘之间》 又集古典雅韵 现代风情于一身 张爱玲的小说一时风靡 身在上海的杨将 想必是看过的 那时 她正全力辅佐 钱中书创作为成 替她挡下了家中的大小琐事 好让丈夫腾住时间 安心写作 一样的才女 迥然的处境 在上海的这几年 钱阳夫妇坚守文人气节 仅于李建武 傅雷 陈林瑞等 左翼爱国知识分子交往 自述于 《大东亚共荣圈》里的作家 敬畏分明 不相往来 大抵是张爱玲出名时 锋芒毕露 写出来的作品 有缺乏家国意识 加之与胡兰城 有感情问题 让杨将觉得 她是共荣圈中人 因此才有了 意境卑下 性饥渴者 看不入眼等评语 但深究张爱玲的 生平与作品不难发现 杨将其实误解了张爱玲 张爱玲对政治的态度 是天然疏离 任何一方的立场 她都始终保持警惕和怀疑 倘若张爱玲 真如杨将所说 是《大东亚共荣圈》中人 恐怕她也不会平安无事地 待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 说到底 杨将对张爱玲的不满 其实是一个文学的价值取向问题 文学是否承载社会功用 承载何种社会功用 这是一个永远都辩论不出结果的问题 除去文学范畴内的看不入眼 杨将对张爱玲的偏见 还有一部分来自私人严肃 杨将比张爱玲大九岁 如杨将在信中所说 我的外甥女和张 同是圣玛丽女校学生 他们俩不是同一辈人 正统大家族出来的大家闺秀 对晚辈的奇装异服 看不惯是很正常的 而张爱玲是谁呢 是一个会将人生第一笔稿费 拿来买口红的早熟少女 后人如夏之清高捧 张爱玲 不免带着小辈养视前辈大师的尊敬 而杨将与张爱玲属同时带圣人 切媚之后 再来看一个比自己小的女孩 异于常人的穿衣打扮 有这样的评价也不足为奇 但在没有见过本人的情况下 就武断地说张爱玲相貌难看 举止不自然 杨将在此就稍显刻薄了 毕竟两人外貌如何 有真实相片为正 大家见过后自有判断 杨将不喜欢的另一重原因 也可能和傅雷有关 傅雷一家与前杨夫妇 在上海时住得很近 两家往来频繁互为挚友 而张爱玲与傅雷颇有恩怨 1944年张爱玲急速走红以后 傅雷曾化名迅宇发表过一篇名为 《论张爱玲的小说》的文学评论 文中先是盛情褒奖了金锁记 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然后笔风一转 对《倾城之恋》 连环套等提出了批评 作为新人的张爱玲 也实在是显得不通人情 不够圆滑 随即发表一篇 《自己的文章》 针锋相对 文章主旨不外乎四字真言 关你屁事 直到张爱玲到了香港后 她才从宋岐那里得知 训语就是大名鼎鼎的傅雷 此外张爱玲还发表过一篇小说 《殷宝宴送花楼会》 以第一人称讲述了我的朋友殷宝燕 爱上了有妇之夫罗教授的故事 小说的最后 殷宝燕听从我的建议 离开了上海去内地家人 小说中罗教授的原形正是傅雷 殷宝燕的原形则是张爱玲的好友 程家流 当时傅家与程家住得很近 距离杨将和钱钟书家也不远 傅雷和程家流的恋情虽然是真 但也经不起外人这样平易细说一番 小说发表之后 程家流当即与张爱玲断绝了关系 四十年后回忆起此事 张爱玲罕见地自我反省 认为这篇小说写得不好 而且是写傅雷的 她的女朋友当真听了我的话 到内地去嫁了空军 很快离婚 我听见了非常懊悔 以上张爱玲与傅雷作对的行为 杨将一定也有所耳闻 这位让老有难堪的年轻女作家 一定不太讨杨将的喜欢 然则无论是从外甥女那听说 还是通过傅雷间接了解 这些都是无伤大雅的谢解了 当战争结束 当上海的孤岛时期过去 两位才女选择了不同的路 从此决定了他们分叉的后半生 上海解放后 张爱玲选择留下 但属于她的上海时代已经过去了 1950年 她以梁京的名字 出席了上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 坐在后排 旗袍外面 照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 在男女一律的蓝布和灰中山庄中 格格不入 而梁京笔下小说《十八春》里的结尾 男女主人公纷纷投身革命 去东北参加建设 也不再是传奇中男男女女的模样 两年后 张爱玲以继续因战事而中断的学业为由 从上海到香港 五年后 飞赴美国定居 从此再无踏上上海的土地 在美国 她将《十八春》改名为半生园 删去了结尾 沈士军 顾曼珍等 去东北的部分 美国的异域环境里 张爱玲无法写出 如二十几岁时轰动的作品 仅靠翻译 与大学研究生的身份营上 晚年主要以四十年代小说的 版税维持升级 1995年 她独自逝世于 美国洛杉矶的一个公寓中 在中国文坛 张爱玲这个曾经响彻云霄的名字 一度销声匿迹了三十多年 当年傅雷评价 张爱玲小说的那篇文章最后 曾引用一位外国人 说起张爱玲热食的原话 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 可是都没有好收场 孤岛之后的张爱玲 虽然不能算没有好收场 但在某种程度上 也算是一语成澈 上海解放以后 杨将也选择留下 他在《我们仨》中写道说 郑振夺、吴涵同志 都曾劝我们安心等待解放 共产党是重视知识分子的 我国是国齿重重的弱国 跑出去养人鼻息 做二等公民 我们不愿意 我们是文化人 爱祖国的文化 爱祖国的文学 爱祖国的语言 一句话 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 不愿做外国人 然而此后二十多年 他在历次运动中受尽磨难 也亲眼见证了傅雷等老友 相继离去 他与钱中书的感情 也苦难当中 愈发地显得珍贵 等到走过苦难 钱阳两人在神坛上 被人越捧越高 然则 世间好物不兼牢 采云易散 流离脆 九十年代 钱中书钱源 相继离世以后 杨将多年身居剪除 埋头整理 夫妻二人的研究成果 2015年 张爱玲去世二十年后 一百零五岁的杨将 也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社交媒体鼎盛的年代 人们用一段 据称是杨将名言的话术 刷屏缅怀她的离去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 到最后才发现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 竟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 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 到最后才知道 世界是自己的 与他人毫无关系 后来被证实 这段鸡汤话语 并非杨将所言 也让她的离世 演变为一场大行客棋 两位才女两种出路 最终殊途同归 1961年前后 杨将和钱中书 正饱受着各种运动之苦 张爱玲在美国 得不到好的机会 大家的生活一样惨淡 这一年 一位叫夏至清的研究学者 完成了一本名叫 中国现代小说史的 拓荒剧著 这本书一反大多数权威学术著作 史无前例地将钱中书 张爱玲 沈从文三人 列为中国近现代作家中 第一等的位置 在此之前 三位作家在文学长河中 几乎被人忽视和遗忘 从此之后 钱中书与张爱玲的文学成就 才开始被人所熟知 张爱玲成为了 众人崇拜的祖师奶奶 杨将 则因丈夫钱中书 成为了人们口中 最闲的妻 最才的女 日后围绕在他们身边的 争议与追捧 也统统由此而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